中国海警宣布了大快人心的消息,宣布正式接管沙金水域,开始常态化巡航,这无疑是对台湾伟当局的一技重拳,狠狠地打击了他们做狗的嚣张气焰。 不过我们也别指望这帮蜀木村光的狗腿子,会因此幡然醒悟,毕竟不是他们的主子给他们撑腰壮胆,再给他们识个胆子,也不可能大过年的粗暴追查大陆渔船,造成二死二伤,性质极其恶劣的事件,对两岸同胞感情造成严重伤害。 毕竟他们的主子,西边俄乌战场遭遇挫败,中部北拖鞋军抽肿了脸,美英亲自下场轰炸胡塞武装多轮,号称大幅度削弱了胡塞武装军事能力。 可是2月18日一艘英国船,胡塞武装称将其重创,有沉默风险。 2月19日,一艘美国船又不断呼救,还被击落了一架死神无人机,所以台湾主子们脑袋一热, 想完一招唯唯就照转移注意力捞一点,因此台湾们死鸭子嘴硬,竟然叫嚣唯海巡江开炮,台湾主子都不敢这么横,你算老几。 所以我们的海景没惯着,在多个平台看到海景直播了巡航现场情况,不只是由海景船舶的航行现场画面,还有船舶自报卫系统显示的周边态势。 在沙京周边水域就有三艘海景船,对比蛙梅标志的所谓静止水域和限制水域线,不难看出海景船就在静止水域内。 我们说话一口唾沫一口钉,说没有禁区就是没有禁区,以所谓切香肠方式,谋求法理实实态度,只会把自己的卵蛋切掉,把自己的命切掉。 当然我们绝不会追求一时的爽,而是追求一直爽,而要一直爽,我们得始终清醒地认识什么是主要矛盾,谁是我们的最大敌人。 有专家推算,美帝划定的战场是台海、南海、中海、日本和半岛。 如果在上述地方大战,美元指数都会暴涨,美帝或会巨子续命。 但是要是战场火星燃到美帝本土,那么美元指数会恐慌性下跌,美帝将成为明日黄花。 当然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好的战争。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,如果敌人真的要提前采取终极拱火,我们也得该亮剑就亮剑,凡事不可能进入我们的意义,不可能都对我们有利。 伟大复兴也不可能一帆风顺,温室里的瓜果,总是没有自然界经历了风霜雨露的瓜果田。 正如2月17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,我们的宣言两岸必将统一,这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,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。 任何低估我们决心的人,都将做出严重的误判,被历史的车辆碾压成一。 在这种历史大事面前,别说台湾们的音音叫嚣了,哪怕是美帝派出五个航母战斗群,也不过是宋菜,成为大历史的铁棺材背景,历史大事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 其实本质上这件事,本质上是个圈套,是美国故意设的陷阱,意在通过激化台海地缘矛盾,从而令它自己能够从乌克兰和中东的泥沼中脱身,通过挑起外部地缘冲突,转移自身矛盾。 这是直老虎的惯用伎俩,典型的案例,比如在2012年的时候,中日韩自贸区紧锣密鼓筹备谈判的时候,几个所谓的香港爱国人士,突然莫名乘船冲上了钓鱼岛,令中日矛盾迅速计划,自贸区谈判计划顿时搁浅。 又比如2016年,在土耳其和俄罗斯关系迅速升温之际,俄罗斯大事意外在土耳其惨遭刺杀,令土耳关系蒙上了一层血色阴影,诸如此类,不胜为举,而经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,作为美国身上的两大肿瘤,均已病入膏肓,并且还在加速恶化,拼命从这只虚弱的直老虎身上,吸收它仅存的一丝生命力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企图一花接木,通过制造新矛盾转移旧矛盾,玩一处为未旧招的把戏,至于爆发矛盾的场地,则预设在台海、南海、半岛、日本这四大战场,对美国而言,这是雷打不动的战略,所以即便它自己已经虚弱不堪,但依旧要拼了老命过来碰瓷,而且越是生命垂危,它的碰瓷活动也将会愈加频繁和疯狂。 对此我们既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,又不能置之不理,滋长它的气焰,最好的做法是借此机会进行单点爆破,变相实现局部解放。 道理很简单,这香肠既然美的能切,咱们难道就切不得? 实际上过去这两年,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,咱们也都已经反切了不少,做了大量的筹划和铺垫,对手每次的碰瓷,看似来是汹汹,但其最终下场,都是未必赢了面子,但却一定输了李子。 就在前些日子,中国民航局宣布,自2月1日起,将取消完503航线自北向南的飞行偏制,并且之后还将重新启用两条羽制相衔接的航线,以此来提高工作效率。 消息已出,挖到震动,因为这相当于不动声色地抹除了所谓的海峡中线,而且这完全是大陆单方面宣布的决定,并未与台当局做任何商量。 可以说这种战术反切,与巧无声息之间,就达成了战略目的。 同样道理,这次出事的地点,既然是在金门海域,那我们肯定也会让对手在这片区域付出代价,再次丢掉李子。 事实也正如所料,反制的铁拳随即便如约而至,这铁拳就是常态化执法巡查。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雨18日表示,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,当天在煞金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, 进一步维护相关海域作业秩序,维护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,也就是说我们借此机会,用实际行动一举把所谓的限制水域彻底粉碎。 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时期日晚的话说就是,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煞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,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说,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充满善意,但对台方无视大陆渔民, 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径也绝不容忍,名牌博弈,所有的招数都是摆在桌面上,对手这次的碰瓷,其实已经等于变相开了第一枪, 而我们的强力反制,实际上也已迈出了统一之路的步伐,蛋糕未必要一口吃掉,一口一口的吃掉,也不是为良策。 台海博弈,拐点已至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,除了在台问题上强力反制之外,我们还应在对手的伤疤上狠狠地撒一把言,唯唯就招,并非只有美国会玩。 第三,别忘了这可是中国古人的发明,如今既然美国深陷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霓裳,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多从这两个地区发力, 在直老虎头上狠狠踩一脚,让他陷得更深,勇士不得脱身,俄乌战争的背后是民主党,巴以冲突背后是犹太势力, 无论哪个都连着直老虎的中枢神经和心脏命脉,美国在乌克兰和中东越是分身乏术,我们在台海就越能减轻压力。